李克強也提到了 因為同樣他國務院的總理 他已經連任兩任了 從2013年就任到現在 一樣按照規定是要卸任 抱歉 當初習近平在修法的時候 可沒有連他的國務院的總理 可以同時再繼續延任 大家就很好奇說 李克強下一步他會往哪裡走 誰會來接任他的一些位置 這部分我不知道 劉老師您的分析是如何呢 李克強從來不是習近平真正的對手 他把他作為習近平對手的謠言 這個只能稱之為謠言 完全是中共所謂的海外敵對勢力 制造出來的 對於李克強來說 他如果知道這些情況的話 只會感到尷尬 因為就會損害他在黨內的地位 而他從來不具備真正的計存 或者是替代習近平的能力 這種中共黨內的規矩和習慣就可以看出 他從來沒有在強力部門插過一手 安插過自己的人 習近平在過去10年內 不斷地對軍隊和強力部門動手 安插自己的人 李克強從來沒有動過 過去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 維持社會穩定所擁有的一些權力 因為調動武警的權力 現在連負責警察 公安部門財政的權力 都被習近平一一回收了 這都是在李克強擔任總理期間完成的 政法委和公安系統不斷調整 最近又抓了好幾個 上海 重慶幾個公安系統的頻道 這就跟習近平在第一個五年 抓了江澤民世代日明的很多將軍一樣 是很明顯的 習近平正在實現 對強力部門的全盤控制 控制了強力部門以後就能控制一切 手中沒有槍桿子的幹部是翻不了天的 他甚至根本不能有翻天的準備 要有翻天的準備的話 翻天的檔案的話 事先即使不安插自己的人 至少也會阻止習近平 在這些強力部門不斷擴權 他都沒有阻止這麼做 要麼是他沒有能力這麼做 要麼是不想動作 無論按照哪一種解釋 他都不具備替代習近平 或者截止新平的能力 他只是過去江澤民 胡錦濤時代 派系共治時期留下來的 老規矩的最後一切 習近平和李克強過去都是作為 派系共治時期選出來的人 但是習近平改變了規矩 由派系共治時期整治只能當兩件 把自己變成了終身領袖 而李克強作為派系共治時期 留下來的舊人 他仍然要遵循過去的規矩 只能當兩件 新一代任總理會犯人 而且即使犯上習近平的自己的人 他在政權當中的地位 也會大大降低 因為未來的時代 習近平的立場已經很清楚 他不以經濟發展 作為自身合法性的基礎 而是以解放改善無產階級的地位 所謂的共同富裕 提高中國國力萬國來潮 包括對台灣和美國的 更加強硬的政策 不惜損害招商引擎的利益 以這些東西作為它的主要政績 因此主要管理經濟的國務院 和過去承擔財政經濟主要責任 因此得到一部分下方權力的各省 各市的地方幹部將是最大的數量 他們的權力很明顯在中央一級 會被習近平親自兼任的 控制的各強力部門分戰 大量的資源將會流入軍隊和警察 其他部門 而國務院所屬部門的財政資源 和地位都會大大減少 習近平下一步必然就是設立一些新的機構 或者是臨時 按照中國共產黨的觀點 設立一些理論上是臨時 但是實際上像大明朝的巡撫總督一樣 經常是騎在合法的地方官頭上 變成實質的地方官的工作組 例如實現國產替代 同時技術開發 打破西方技術封鎖的工作組 和其他各個工作組 通過這些工作組來架空國務院 現在還擁有這些權力 同時通過基層幹部 強化基層幹部 社區幹部的權力 這次防疫工作都已經看出來了 中國社會又恢復到土改的實際狀態 沒有由屏東環土式的基層幹部 開建造信 你再有錢 再有事 連一張出村的路條你都開不了 今後你的子弟要安排工作 要上大學 要幹什麼事情 都少不了社區幹部給你開建造信 社區幹部這一紙的建造信 就像過去副口時代的基層幹部一樣 對於大多數居民來說有身材的大權 而社區幹部都是出身地位的 不財界階級 他們將會分戰壓制 過去改革開放幹部的權力 而習近平和他組成的各個工作組 將會分戰國務院的權力 因此未來的國務院和地方政府 將會變得非常不重要 為共產黨從事各種大國復起 民族復興的具體工作 例如給軍隊 擴張過的軍隊 從事提供後勤 給社會重組 提供各種社區服務的機構 才是真正掌握資源的人 現在被最受人羡慕的企業家 和為企業家制定政策的地方政府 他們的權力和權力和志願 即將維鎖 即將被收編 擔任這些職位的幹部 還很容易變成政治上被打壓的幹部 不變成為政治上被打壓的對象 像毛澤東時代的黑五隊一樣 漸漸地由過去幾十年 所有人驅逐入獄的目標 變成只有黨媒但才能擔任 大家都想逃避的位置 未來的好職位肯定就是跟軍隊有關係 和跟分配資源有關係的基層幹部 就是我經常說的那種 配體制和勞動軍的掌握者 這樣一個社會對中國人民來說的話 是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因為他的無產階級的特徵 在以前毛澤東時代 他們其實已經名叫過了 陌生是因為他具備了 納粹主義的很多特點 主要是為了實現中國共產黨 本身的中國化和中國的大國復興